M加博物馆在2021年开幕 一直以来都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参观 到访者当然也包括长者和残疾朋友 那么M加博物馆的无障碍设施和展品安排 是否都方便不同身体限制的访客 令到他们可以畅通无阻感到达不同的展区 参观各项展品呢? 今次Kevin就火拍着来自上海的大城址 一起带大家去M加博物馆参观游览 在这里也介绍一下大城址 他活跃于内地的影片平台 个人频道有接近10万粉丝 以拍摄轮椅使用者的生活 以及各地的无障碍设施影片为主 也曾经接受过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的访问 今次的香港之旅 大城址也有拍摄影片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他如何评价香港的无障碍水平 今次Kevin一行人就在网上预先购买了门票 所以进入大堂之后 就可以找职员素描二维码 就可以直接乘坐升降机到不同的楼层展厅参观了 当然要注意所购买门票的种类 有些个别的展厅是需要额外收费的 他们首先就到了地库二层 参观草居尼身的专题展览和镜屋 场内的空间都足够被轮椅游走 不同身体状况的房客都可以自身其中去体验 但需要格外留神的是周围的空间 到底是镜像还是实体空间 一个不留神就可能会碰到镜面上 参观完之后就再乘坐升降机 去二楼的展厅参观其他作品 展厅的空间非常之宽敞 就算轮椅停在观赏 旁边仍然有足够的空间 被其他访客通过 又或者是观赏同一件展品 挂场的展品高度适中 轮椅使用者不用辛苦摄高角度去看 不过展品旁边简介描述的字体就比较小 视力有限制的朋友可能会看得比较辛苦 如果可以加入二维码 比方下自行用手机放大去看 那就更加方便了 在云云展品当中 令他们最深刻的一组 就是叫做老人院的装置艺术作品 作品是一些长者坐在轮椅上 随意游走 有时还会撞在一起 根据博物馆官方的介绍 这些仿真老人素杖 其实是象征着不同的政治领袖 作品的创作者孙元和彭宇 以这种荒诞怪异的场景 讽刺世界秩序被一小撮人去决定 并且反映人类冲突的循环不息 咦 看看Kevin 似不似是在里面走出来的呢 展区里面设有不同的主题区域 绝大部分的展品都方便观赏 但是小部分可以给访客体验的设施 就不太兼顾到不同状况的人士了 例如一些观赏影片的地方 座位之间的空位就没办法 被轮椅停拍或者通过了 参观完整个AM加博物馆 大城址又有什么体会感受或评价呢 好了 我们又参观过AM加博物馆 已经走两个多三个小时了 其实我们在里面都看了不少的展品 或者走到不少的地方 其实里面的设施是怎样呢 或者体验是怎样呢 不如我们也访问大城址吧 我觉得很好啊 因为本身这个展览馆它就是新建的嘛 然后整个设施什么的都很齐全 像大门啊 然后电梯啊 然后洗手间 包括它展览馆里面其实都没有设台阶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 你在每一个需要服务的地方 尤其电梯那个地方都会有工作人员 然后它会给你很好的指引 然后也会告诉大家 你需要去哪里 它会给你一些服务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的维持了 这个地方的秩序 然后让你感受会更加的好 也很方便 你不用去找路啊 但是我刚刚就是在洗手间 我觉得虽然非常好 但是有一个点印象太深刻了 就是我们我刚刚在的那一层的洗手间 无站洗手间 那个冷风吹的实在是太冷了 它冷了对我在里面就一分钟吧 然后出来我就觉得我冻的不得了啊 就是在冰箱一样的路 香港的冷气好像确实 冷气 很足了一点 我感觉这边的展品就是前面不会有围栏 包括可能人流也控制的蛮好的 就是你坐轮椅可能稍微视线低一点 也不会被阻碍到 然后它那个高度我觉得整体就还蛮合适的 本身就是比较的大幅 然后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方便 没有什么阻碍 我觉得还挺好的 看它的说明在的那个地方 我估计都是大概一米二左右的一个高度 所以我看的话没有什么辛苦的地方 很重要一米二就是我们香港一直比较规范的 一个高度是给女人可以按得到二女啊 什么看得到这一点 二女就是我们的规范 规范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那些字好像就是少了一点 会有点小 对不对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还好 但是可能对于一些年纪大的或者是视力有一些障碍的朋友 就是可能你要靠得非常非常紧 你才能够看得清楚 我觉得也蛮舒适的 像公共空间它的空地很大嘛 也有比较多的那个足够的休息仪的位置 但是可能就是这边的展品太丰富了 你知道每次看完展品之后 好温度老赵 大脑会过载 因为这种一些处理比较慢 我觉得香港我整体来说很高兴 就是我感觉基本上我可以去到所有的地方 因为包括我其实最看重交通了 然后我有去体验地铁啊 然后巴士 然后还有坐渡轮 包括我昨天还去了太平山顶 我觉得昨天去太平山顶我非常高兴 因为是我第一次上山 我以前都不敢去山上啊 包括可能内地的山上的景区会比较少有一些电梯啊 或者是考虑轮椅的一些设施 然后我去到山上之后能看到非常漂亮的 一些城市的夜景 还有AMB啊 它上面都有很规范的写好 这个上面的无栅设施怎么样 然后包括哪些地方不能用 它也会很好的标识到 就是我觉得可能在香港 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 你要去查这个路线 或者去找一个指引 这个部分是麻烦的 但是实际上它做到的很多的硬件设施 都还是蛮印象深刻 就是基本上都非常的到位 很难得 谢谢你的夸奖啊 对不对 我也是觉得香港的印象是做得不错 对 还有是人家方面可以再改善 可以更加更加的 往上就更加好 更加的好 对不对 未来还有一点进步的空间 好 那我们希望设施地在香港 有的时候 我们的舞台都更好 更精神一世 对啊 跟阿德纪更能有不同的智慧 好我们今天就多谢阿德纪陪我 大约大约的朋友们一起留纪到M家 也希望他们分享了对香港的体会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一些事情 我们再次多谢阿德纪陪我 和我们一起去参与这个拍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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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们就再见了 拜拜 如果大家未来过M家博物馆 又想感受一下艺术气息 不妨来参观一下吧 而这里的空中花园景观也非常漂亮 加上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都不失是一个打卡的好地方来的 想支持我们制作更多宣扬共用的影片 就记得给个like我们 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了 下条片见啦 拜拜 拜拜